大家好,我是Dedai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个过气五男和一名富婆搞上最后找到真爱的故事 任达华虽然之前有做过五男 但是他已经转行成为一位买卖古董商家 在一次的拍卖会中,他看中一只古董表 可惜被一名富婆高价得手了 由于自己的老公姓无能 为了要怀疑人方便骗取家里的财产 富婆私底下找着适宜的播种对象 所以面试了好多位播种男 可惜没有一人通过 但是他看中了任达华 希望任达华能够陪他出海三天做他的播种男 事成后会把他喜欢的那只古董表送给他 任达华很爽快地答应了 出来的三天里他拼命地和任达华狂搞 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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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终于他真的怀孕了 不久后他很主动地打给任达华说他想要了 可惜任达华没有理会 正当任达华在一家餐厅谈生意的时候 富婆也在等着他 任达华试图跟他解释他们之间只是一场交易 一点感情都没有 突然间富婆用自己的胸部撞任达华的脸颊 他真的很想要 任达华把他推开 他就是不要最后富婆只好离去 这时律师吴君如才来到跟任达华一起用餐 难怪任达华不要原来有了新欢 这一切都被富婆看见了 只有任达华的家遭到破坏 眼看一切都知道是谁干的好事 他只好去找富婆理论了 他们大吵了起来 这时富婆的老公回到家 这时三人起了争执 老公被一枪打死任达华被逮捕 在法庭上富婆一口咬定是任达华一枪把老公打死的 辩论律师吴君如诉所无策 但是他发觉富婆是名占有欲很强的女人 他知道就算他得不到的东西 他也要亲手的把她给毁灭掉 所以吴君如在法庭上和任达华热吻了起来 引起了富婆的妒忌 最后还在法庭上发飙 约为义的目击 真人富婆的口供不易 所以核心度被质疑 最后任达华无罪释放了出来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我明白到男人啊 船上功夫真的要了得啊 不然老婆被别人搞到欲心欲死 一直想要想要的 你说多难看啊 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这个频道哦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